不论是看出洋的气势磅礴 或是雨后如泊沫般的山水化 实情画意的日月潭 兼具人文与景观之美 到此已有后 再来体验当地的红茶文化产业 不担心陆客不来 当地旅宿业者自立自强 推出深度的亲旅行安排 更广受国人青睐 其实陆客不来 这个因素不是我们能够控制的 但是我们在地的业者 我们可以做好的是说 我们把我们在地的这些特色的产业 把它做得更深度 让游客能够更能体验 我们在地的这些深度的一些游层 只要我们把观光的品质做得好的话 我想我们不用怕说没有客人来 会还有其他国家的客人 包括我们国旅的客人 其实都很喜欢来乐团 做这种深度的旅游 三五好友相约出游 体验当地的红茶文化产业 除了了解制茶人的辛苦之外 对于平常所喝的茶的来源及品质 更加透明与认识 这是第一次来做茶 然后第一次揉 看到这么辛苦的要揉茶满身大汗 觉得实在是他们很辛苦 觉得是大家珍惜这边在地的产业 大家多多来观光 多多来玩 真正体验的时候才知道 要制茶是很不容易的 而且还做得腰酸肺痛 相信以后有体验过的这些民众同仁 以后买茶绝对不会再讨价还价 现远肖志全肯定大日月潭观光产业发展协会的用心 他表示日月潭的风景远近驰名 而当地的文化美食农特产品 也深获国内外旅人的欢迎 山不转路转应该多方思考 加深旅游的品质提升价值 除了红茶以外 相信它的香菇还有南华 还有咖啡也都是相当不错的一个产物 希望说透过这个活动的推行 让有来到日月潭的 不管住宿民宿或者到饭店的旅客 都能够深刻的体会 除了日月潭风景之美以外 在产业的推广 以及整个产业的生产链的过程 都能够让民众们能够深刻的体会 大日月潭观光产业发展协会理事长 陈敏贤表示 旅游业从住宿开始的安排 放松心静的休闲 再结合当地产业 互蒙其汇 增加消费者的广度与深度 进而了解当地的产业 让游客充实的参与 就是最好的观光行销 记者洪一伦于此采访报道